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5月1号星期三 我老婆去上课了 我再给大家嘚巴一段 再说一段 再说一段 这回书说到谁 说到白眉大侠徐良 你知道吗 见到的秦雄秦淑宝 怎么回事 香港最近要通过一个法律 法律的学名叫什么什么逃犯法 什么这个法 那法的 我也不说学名了 那不是人话 说简单一点 反正就这条法律 只要通过了之后 就是说香港特首和法院 只要同意的话 就可以随便就可以把一些香港的 就是说算是三位分子 就直接引渡到大陆去 说白了 就是说以前香港 就是说讲一国两制 香港人在香港 有一些 比如说合法的一些集会 上街游行等等的权利 老公现在对此 就是有点受不了了 人无可忍了 就干脆搞这么一个法律 搞这么一个法律之后 比如说你以后你在战中 你在什么上街游行了 到时直接就给你送回中国去 知道吗 你在香港 因为香港现在还算是司法独立 还有一个最后的一块遮羞布 但你如果送到大陆的 对不对 那就是人为刀卒 你为鱼肉了 对不对 想横着切 横着切 想竖着切 竖着切 对吧 说不高兴的 给你枪毙了 你能怎么着 对吧 或者你就比如说跟虚名似的 你就什么心脏病了 是不是躲猫 死了 对不对 各种的你反正到了大陆 你对吧 人家想怎么着怎么着 对不对 那这样子来讲 我觉得很多 我知道最近这段时间 好吧 前天日子 就13万香港市的市民上街了 去抗议 去游行 去抗议这个事情 但是我认为估计是于事无补 最后这条法律会通过了 通过了之后怎么办 我觉得很简单 就是跑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香港最著名的人物 香港可以说一个励志的一个人物 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李嘉诚 李超人 怎么办了 跑了 卷着铺开就跑了 对不对 那你怎么办 是吧 我以前我有个同学 同学可能比我大一岁 大一岁 然后他就是大学毕业之后 好像去到了英国留学 在英国留学 英国留学之后 他当时有机会来美国 他也来了 到了美国 可能待了个半年 在英国读研究生 可能多两年多 在美国也待了个 我忘了是几个月 还是半年了 然后最终 他后来又去了香港 反正就在英国 美国 香港 最后选择之后 他选择移民香港 留在了香港 我记得好像也历时了 差不多10年到11年 还是12年 反正十几年 最后拿到了香港的身份 他当时决定移民香港的时候 就是说回天津 聊聊聊天 我当时是迷惑不解 我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移民香港 我当时特别的疑惑 我说你为什么要去香港 我说你有机会留在英国 你有机会留在美国 为什么去香港 他当时非常的 就是那种 当然说这话 十几年前 那时候 零几年的时候 零几年 零 我想不晓得 02年 03年的时候 十几年前的时候 他跟我非常 就是说 觉得那时候我没出过国 觉得你土鳖懂什么 他就觉得 我这一圈走过来了 英国也去过 美国也去过 香港也去过 你去过吗 你也不懂 说那种没有用的 你知道吧 觉得我一个土鳖也不懂 他就说 他就说你不懂 知道吗 你在英国 你在美国 根本吃不着什么中餐 知道吧 吃的都不行 他说他在英国去了超市 买一只鸡 回来 根本没法吃 难以下咽 说实话 我是真不懂 那个时候 我没有出过 我不懂 我那时候觉得 你有钱到国外买 买什么吃 没有 后来我来了 美国 我也懂了 我的土鳖也见了世面了 天 好 在这加一点私货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 我到普罗威登斯 在普罗威登斯 那会儿 基本就呆了 那么一个多月 然后那会儿 就吃 perfect 学校里的perfect 倒是不贵 我记得可能是7块钱 一顿 一顿perfect 哎呀 就觉得 那个时候 反正也没出去 觉得就是说7美元 你算成人民币多少钱了 那时候 反正几十块 就觉得好 我这个胡吃海菜一顿 进去之后 你一看都不错 这也想吃 那也想吃 我举个例子 看有炒面 知道吗 炒面 然后旁边有辣酱 还有炸酱 知道吗 我一看 这挺好的 自己加 自己加 加了好多炒面 然后是鸡肉炒面 里边就是鸡块 知道吗 鸡块 然后炒面 加 然后在边上崴了一点的 辣酱和炸酱 然后回来了就吃 坐那会儿之后 我就想吃 你一吃 你猜怎么着 我以为是炒面 它不是炒面 它是拿cheese炒的 没有咸蛋味 知道吗 老美是这样的 她的盐 她不给你多割 因为有的人口味淡 有的人口味就咸 她让你自己割 所以她一般的桌子上 都有一小罐盐 你自己往里点盐 就没有个咸蛋味 拿cheese炒的 然后特别淡 你就你自己点盐 自己点盐 咱们这点不好 有的就是咸 有的就是淡的 你知道吗 然后你好像就吃鸡 你猜一摇 我看这么一块一块的 我以为是鸡块 一吃你猜什么 不是鸡块 是cheese 这个面条 就是拿cheese炒的 然后里边是一块一块的 就是炸的cheese 好 我的天 跟我吃的就有点 我吃蒙了 我觉得这东西能吃吗 然后我想算了 蘸点酱 然后旁边 我那幸亏 我拿两个小碟 自己盛了点酱 没有里边割 因为我觉得 已经是炒面了 对不对 你割酱太咸 我一看都没有咸的味 割盐的又不得劲 我一看割酱 我就把炸酱子 就倒进去了 然后搅搅 你想吃 一吃 看着黑乎乎的 你以为是咱们天津炸酱面了 不是 他那是蓝莓酱 你就想拿cheese炒的一碗面 然后里面是cheese块 然后倒了一碗蓝莓酱进去 我的天 我也想算了 搁点辣酱进去 我这次辣酱 我往里边割 我说我先尝一口 这不是炸酱 这是辣酱 我再去尝的 不是辣酱 红的是草莓酱 然后我一想算了 然后就吃点别的 反正是什么都不是味 老外做的东西 你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吃在嘴里 你很疑惑 知道吗 那时候来了 我20多年的 以我的人生经验 知道吗 我吃在嘴里之后 我是一种 就是说完全confused 我疑惑 我不知道我吃的 是不是食物 知道吗 我吃到肚子里 我觉得吃的很饱 然后吃了一肚子 然后你的胃口 也不知道 它是不是食物 你的胃口 都不知道 怎么去消化它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想算了 老外就是说 吃这种东西 你对不对 就这种东西 它不行 老外自己 先把做蛋糕好吃 很多人都说 老外做的巧克力 特别浓意 然后蛋糕特别好吃 然后他那perfect 店就那一块一块蛋糕 在就是说 因为圆盘 它外面是个玻璃 你自己打开了 就自己一块一块拿 我一看巧克力大蛋糕 特别好 拿回来了 然后我跟你说 这一勺下去 你猜怎么着 中国咱吃的蛋糕 不是拿那勺 拿塑料勺 那么随便一摆 不就是一勺吗 他那蛋糕 我跟你说 塑料勺根本摆不动 那蛋糕那个瓷是 你就拿那个铁叉子 好下去 哐这一口 然后搁在嘴里 咱们以前在中国吃的蛋糕 就拿那塑料勺 随便一摆 就一口搁嘴里 哎 随便你这么一喊 他就化了 对不对 老美那蛋糕 这一口搁嘴里 我靠 你知道吗 你搁嘴里里你嚼 你能明白那意思吗 他咔吱咔吱的嚼他 我的天 算了 反正我就告诉你 对于 就是说 如果现在你是国内的 准备出国的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知道吧 如果你去 尤其是大农村地区 如果去纽约还好一点 纽约中餐馆还多一点 如果你去了这种 就是说 美国大农村那种地儿 那就真是完蛋 这个我也承认 我那个朋友最终 就是说没有去美国 没有留在英国 去了香港的 我也明白 就是饮食习惯上来讲的 香港它可能东西更好吃一点 但是当时我就有一种疑惑 我就觉得什么 我说 我说你去了香港 你移民香港的话 你费了半天 因为香港移民也很难 对吧 它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 它香港给身份 其实管的也很严格的 对不对 我说你移民香港 你费了可能很多年的时间 最后你终于移民成功了 但是你移民了香港 和我们在天津 对吧 天津发展的就不好 对吧 我们讲叫张立昌真能干 要把天津变成县 对不对 我说天津发展的事不好 但是你去了香港的话 和你去上海 和你去北京 和你去广州 能有多大的区别 他说那区别很大 香港那还是 他说香港最好了 又有中国人的这种饮食文化 然后你又吃的好 然后住的 用的都符合咱们中国人的标准 然后又享受着西方的法治和自由 我当时在零几年的时候 我就很疑惑 我说你为什么认为香港会有法治和自由 他说老公说的 50年不变 一国两制 50年不变 我新话说 苏文 我当时我一直认为 这个人只要抽过国之后 被英国美国加持了之后 回来智商都提高了 我那时候 我第一次意识到一点 知道吗 这个人如果智商低 你知道吗 你把全世界走一圈回来 你还是智商低 旅游一圈能增加你的见闻 知道吗 但并不能提高智商 还有学习也是这样子 知道吗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就是说 比如说你智商不行 你上个研究生 你上个博士 你智商就提高了 你会发现学校只能教你知识 提高不了智商 你知道吗 我那时候终于发现了 知道吗 海归的智商该低它还是低 你知道吗 我就说你一个生在心中 我长在红旗下的 你竟然他妈信老公说的话 你是傻子吗 是不是 我本来想说别的 我想说你想 你是傻 傻小妹妹吗 是不是 不过算了 咱们不骂街 因为有朋友说 听我新闻的时候 带着他小儿子一块听 说听多了之后 天天那小儿子说放屁 好吧 把孩子你看多好 在我这教导之下 你的小孩都茁壮成长 好吧 接着说 我就说 我当时零几年的时候 我就说 我说香港最后不会跟广州 跟深圳 跟上海 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只是个时间问题 老公跟你说50年 我看20年都差不多了 97年回归到17年 差不多了 同志们 就目前我目测 这么发展下去 没有几年 香港最终 就跟广州 跟深圳差不多 所以 当然了 很多我知道 香港市民现在上街 去游行去抗议 但是我对此 我是表示支持的 我绝对支持你们 我说实在 如果我生下香港 我可能 我也跟你们就去了 对不对 但是 冷静下来想一想 有用吗 能解决问题吗 恐怕是不大 你们最终的就是被镇压 我告诉你 说夸张点 老公把你们13万人 都引渡回中国 你觉得我13万人 他拿回车 我跟你说 13万都给你引渡回去 你信不信 老公就能干得出来 对吧 新疆那关着100万的 对不对 当然 可能没有100万 那几十万也有 对不对 你13万算个屁 对不对 都给你菜刀 都给你打上条形码 我告诉你 你以为怎么着 所以对于香港的这些市民们 我的观点和建议就这样子 能跑 赶快跑 赶快移民 没办法 就是说 这种东西只能用脚投票 对不对 有的人可能不服 那么对那些不服的 我就一句话 李嘉诚怎么着 不比你牛逼 比你钱多 比你跟权贵认识的多 李嘉诚怎么着 卷着铺盖 跑了 你算老几 跟李嘉诚比你算老几 你还不跑 好吧 我知道我这么说很悲哀 可是怎么说 人生就这么悲哀 面对现实 同志们 好吧 这条新闻请到这里 谢谢大家